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5月 在综合所推动下 国标美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能源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了无人机驾驶航空机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7年到2018年版 至此 我国无人机系统领域 标准化工作 有了全面统筹规划指导 随后 综合所按指南要求组织行业 开展多项无人机领域急需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定 2018年6月 国家标准委正式批准成立了全国航空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无人驾驶航空基本委员会TC435C1 同时 为积极争取国际标准化语权 综合所正在筹备 国际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协会 从2015年到2018年的三年时间 是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高速发展期 在书正杰 看来 无人机产业发展中还有两大问题 一是国家要尽快落地国家空域改革 3000米以下低空量放出来 可以预料低空开放 将既大刺激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个是无人机的均匀融合步伐走的还比较慢 书正杰说 目前大量的民用无人机 都是民营企业在做 他们从技术积累 人材能力 资金投入都是远远不够的 若国家对不出手 后面很有可能被国外赶超 那么标准也会受制于人 因为产业不发展 标准也很难推动 从某种角度说 全球无人机领域的竞争已经从行业应用 产品和技术创新和法规标准之等方面全面展开 航空工业因站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 加大工业及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投入 当然 综合所在标准 检测和认证方面更是则武旁败 在无人机产业成长的过程中 无人机标准也在提速 目前行业内正在加紧 制定27项国家标准和航空行业标准 以及40项团体标准 未来一两年 将有约40多项标准可向行业攻击 在国内标准体系建设提速的同时 无人机国际标准的争夺也在如火如荼 书正吉指出 2018年6月 日本 韩国和英国在第六次全体大会上就提出了多项性标准提案 其中 日本涉及空中管制UTM标准 韩国提出身份识别标准 英国则提出相关的培训标准 中国代表团多次组团参加ISOTC20C11会议 国际标准化组织航空航天委员会无人机系统分委员会 积极研讨 主动沟通 充分展示了中国无人机系统的综合技术水平 产业实力及政策支持力度 2017年11月 以综合所为主编的国际标准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机系统分类积分级 顺利推进到CD阶段 同时 由综合所牵头16家无人机器事业单位 40余名专家共同起草ISOAWR13842的机器 飞控宇航电 动力系统 任务载贺 数据链 地面站等六个章节的内容编制 中方承担了ISOAWR13842标准产体系统75%的内容编制 2018年9月 由航空工业综合所和国际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协会筹 主办的第二件无人机系统标准发展与应用 国际论坛在这将加薛召开 舒振杰说 会前我们邀请SC16主席John Walker到法综合所 并详细汇报了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以及标准制定的情况 当他得知我们要在五年内做300项无人机标准时 他感到非常震惊 对中国无人机标准化的进程表示赞许 第二届论坛共有来自七个国家200余名专家代表参加论坛活动 嘉宾和代表对无人机行业如何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创新行业应用展开了友谊探讨 软开的成功举办 展现了中国在无人机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影响力 目前 全球物流无人机研发应用 整体还处于初期阶段 需要大量资本和人力 物力投入 基于实际场景开展 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孵化是整个行业实现跨越的必有之路 8月20日 航空工业综合所与行动集团坚属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为要无人机检验检测能力 标准研究 质量工程 是航性与安全性四个方面展开合作 成立无人机检验检测中心 共同推动建设无人机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构建设航保障体系和无人机安全性仿真平台 巩固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引领地位 谈到跟京东合作 舒振杰说 航空工业是以航空制造为主业 京东是一个传统的电商家物流企业 它没有装备制造能力 京东希望把物流方面的基于成境域凝固化成标准 同时把适用于物流无人机装备的标准制定出来 这次合作 实际上是推动物流产业的无人智能化的发展 美国亚马逊等国际电商物流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 舒振杰指出 目前全球各国对无人机技术标准的争夺已经开始 包括英、美、日、海等国都 有了明确的标准路线图 我们应抓住当前我国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机遇 在市场、应用和技术上能够避兼世界的关键时刻 积极推进无人机标准体系建设 通过标准化推动产业升级 知名融合 同时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通过中国标准走出去 带动中国产品技术走出去 文章来源于中国航空报撰载 请标名语陈网 清全必究 人讨厌 清全 消滅 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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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清 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